欢迎收看本期的车主说真话 这期内容我们请到了特斯拉Model Y的车主杨先生 请说一下你这个车大压什么时候买的 是年前两月份的时候订的 然后差不多是六月份的时候提的车 当时就是买这个车的时候 你又没有考虑过其他的车型还是 没有我就只看了特斯拉的三根Y那时候 我之前也是混动的 混动车对吧 对然后我就直接想买个纯电的 因为我住在松江来回市区要50公里 就是电车更省 买这款车之前你也没有看过其他的一些新年车 就是直接就 对我就是奔着特斯拉去的 你当时买的价格应该还是比较透明 就是没有说在价格很高的时候 对我是349,900万 那时候价格已经下来了 对去年因为它还没国产 它就是那个价格都是预估价 都是要5050万好像 行那现在我们到车里面看一下 整个车的现状情况吧 您这款车现在开了多公里了 看一看一看一万两千 两千两千公里 对我因为我们每天要从上来到上 松江到四区对吧 设置公里设备上 那理论上那个车里面是多少 表显充满的话是500左右 490几 那事实上你能够大概开到了多少了 我没有完全开过 因为我是回老家我开过一次 开了330 然后表显还剩100出头 那行就是它整个车里面跟实际的 就是它表现还算很大 不到一年就是几个月以来 就是你觉得它好地方不好地方 你什么车 好的话第一嘛 肯定就是品牌才可以 然后就是它蛮省钱的 就是费用上面 就我以前开混动 混动其实比汽油车已经算 对已经省好多 对对对 这刚才就 混动我差不多来上班的话 要一个月要800多 油费加电费 然后它这个的话 差不多一个月100出头 123 我家里应该我买了个摊充电装的 三毛多一度晚上充电 有点就是还提速快 它就比反正在地面上 基本上能秒的 我前面一个也是混动的 也是新兰演员 然后是国产 然后车机系统跟这个 这个部分就没法比 对吧 那个太卡了 好 这个有出现过 什么一些就是黑屏 死机这种情况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摩托桑车主聊过 他可能车队差车会有时候 会突然死急 突然死心 看不到怎么显示 那个我没出现过 因为可能是我偶尔 也会自己手动冲击一下 就我到提车到现在 从来没有开车过程中的 死机没有出现过 目前大好的地方 还需要改这样的地方 大好的地方 我感觉就是它的EAP 就是自动辅出驾驶 它的就是宣传 力度还不够 现在我是开时间长了 我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刚开始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用 我去高速的时候 差点撞到 一个大货车前面 就是突然变到 然后我就下意识的 就拉方向盘 我正在开着那个辅助系统 它就车到保持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抢方向盘 这整个车就在那边 就来回话 还是蛮危险的 因为它没有我跟那个 专门的会教你怎么弄 但它那个培训 都是太皮毛了 就是因为我一点用 我一点基础都没有 它跟我说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知道 就只有你稍微使用过了 然后才懂 它那个操作的逻辑 干嘛 其他就比如 对于内饰的整个 内饰我就之前有心理准备的 就已经看到别人说 内饰时间有点稍微粗糙一点 对吧 对 它虽然说就是很简单 像毛皮 但它的这些用料什么 其实还是可以的 还不错对吧 对影响深刻的 我就感觉就是 我回老家的时候 这个车是太能装了 空间超级大 就是以前去回家的时候 装点东西就是塞的 就坐位脚下都塞上 而且整个 它这个就完全塞完之后 脚下根本就不用放东西 还有空余 推荐的话 如果上海本地开的话 买那个标准十号就够了 因为它标准十号 已经能达到400多公里了 对 我这个是长驶行 就是第一批的那个长驶行 比标准十号要贵7万左右 就是这个差价 其实你没有不跑长途 外观都一样 还有一个是 这个车是四驶 那个车是两驶 其实 但城市开没比 太酷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 因为没有选择 就没办法 就只能有这一个配套 这是河西提供的 一个一份 物流三星套 然后加了米品 谢谢